全球经济急速崩解 轨距多变的环境下 什么样的企业才经得起考验 2008年天下杂志标杆企业榜单揭晓 台积电连续第12年蝉联第一 表现最突出的 则是第三名的宏达电 靠着智慧型手机 跃上国际舞台 名次大幅晋升七名 登上季军宝座 2008年全球潜气急动 许多标杆企业的音频策略就是 务实的回归基本面 脚踏实地再成长 反而让许多标杆企业 在风雨中依旧屹立不摇 在经济衰退的浪潮中 商务旅客占营收七成的国际连锁饭店首当其冲 许多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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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优秀人才不靠高额奖金 而是把企业文化深入到每位员工 饭店为员工打造的生活保姆龟台 服务自己的员工 就如同服务其他客人 一级主管也不时以身作则 亲自带头帮员工夹菜 从内到外 从上到下 听力起良好的服务精神 这是饭店业龙头 屹立不摇的核心竞争力 不景气一样有人消费 只是说消费变得更加的一个谨慎而已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们核心想法就是说 在不景气的时候 不只是不是要做促销 或是降价的目的 而是要提供消费者 更有价值的一个商品 便利超商的Hello Kitty行销 曾经缔造惊人的业绩 在消费紧缩的时代 零售业第一品牌 却宁可放弃这项行销利器 回头检视商品哪里出了问题 让流失的顾客再回头 目前都哈斯 强调个人的饮食的一个 健康概念是一个主流 那其实关东主 我们觉得他整个一个商品观念 是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 新关东主就是产品 重新定位的最好例子 换上蔬菜汤底 吸引女性消费者愿意重新上门 全球经济衰退 不知还会持续多久 然而 现在就是检视自己竞争力的最佳时机 回到基本面 把员工素质 产品定位做好 不景气 反而是让自己脱胎换骨 最好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